因為這場是有關於奧運積分的部分 志凱因為表現得非常好 但因為中東就有兩個按碼的部分的選手 是跟他重疊的 然後我們要力爭這個積分嘛 所以在史詩上面 志凱難度非常高 然後做得非常完美 但缺分數是壓在兩個之下 然後就 就第二名的部分上面就 以聯義的誤差 所以就沒有辦法取得這張門票 當然他心情上面也是一樣的 因為他覺得他自己表現得非常好 而且知名度也非常高 然後也對這一場非常有信心 在義賽就第一名義賽進入決賽 然後決賽真的很不如意 但中東的裁判畢竟是中東 所以我們擔保的台灣的 很單純的去拿到奧運 這張門票是非常不簡單 所以我們落敗是覺得 不是技術上的問題 是很多裁判還有很多的 所謂的運氣或者裁判的運作上面 我們是吃虧的 畢竟他們出動了很多 國家的力量去爭取這一張門票 那我們太單薄了 就教練選手 裁判團也不夠強 所以接下來我們還有一張 雅井賽的部分的門票 我希望智凱還是不堅持這一段 看下個月的雅井賽 可能在全能上面 更加的 我顧看看 可以不可以把全能的部分拿下來 那也希望在這段時間上面 你看到奧委會結束的時候 還有一張外卡 看他這幾年表現得非常好 全能在亞運會斯大運上面 都做出了貢獻 看有沒有機會取得外卡 那我們就還是一樣 戰戰兢兢的去處理雅井賽的部分 最終還有一張最後的一張門票 我相信中日韓強隊的都已經取得門票 還有一張全能的部分上面 因為智凱再努力去爭取應該還蠻大的機會 那希望再加油 也不會放棄 只是他心理上面的調適 那因為他在這一陣子全部都是上 到亞運會完 隔年今年再重新出發 就在前面上面的部分 就是上市的部分有啟動的比較慢一點 所以在前兩站表現得不太如意 那後面兩站他就開始非常非常正常的表現 那我說過一張門票大家都要爭取 所以不是用技術 真的是要用國力去爭取 我相信我們會去取這樣的教訓 以後會更加的一個團體會更加的強烈去爭取這樣 因為學會現在一直改 學會現在的運作是一直換理事長的部分 所以銜接的部分非常慢 所以運作上面就產生有一些問題 那我們今年就又換了新的議員長 然後我們就要去爭戰 這部分上銜接上面我是覺得 比較沒有融洽在這一個很強烈要求的奧運的部分上面 有加強的去幫忙 那我希望有新的我們這個協會能力挺 去好好去處理押井賽 把全部的力量集中在這張門票 我相信志凱早有取得奧運門票 相當有機會在這一個項目取得獎牌 這個真的是 所以大家希望把志凱拉下來的原因 我們都知道 畢竟他是非常強的選手 一拉下來 其實世界上面的強敵就少一個 這部分 但我們還是會努力去爭取這樣的奧運的氣氛的部分 因為畢竟我們要力聽最後一屆奧運會 當然我們說過一定會拼到最後像志凱一樣 他所說的拼到最後結果還沒出來 我還相信還是會繼續努力去爭取這樣的資源